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Rose Me这个活动中心人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这边是那个越南人 华人比较多 越南人在美国还是喜欢和华人在一块的 他们也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这是Rose Me的司政厅 司政厅 然后这个建筑就是司政府 司政府门前你看也有这个像跳广场舞的在比划 然后男的就坐在这下面等 男的在这边等 等待 这就是花了 看看春天来了 花朵非常的漂亮 男人在这在这等 然后女人就在司政厅的门口 然后跳广场舞 在台积拳 或者是广场舞 这种比较和谐 这是黄色的 这是黄色的 黄的花 那边是红色的 Rose Me还是有很多Rose的 玫瑰花 玫瑰花嘛 所以它这个带刺的玫瑰还是比较多 你看这上面这刺 花花好但是后面的玫瑰 这是Rose Me的应该是世话 所以这比较好 听口音像是越南人 越南人 然后和华人在一块 或者是南方的比较多 在你像那个广西啊 像云南那边和越南 实际上也是三连水水连水啊 这是已经在这边 这是五件的女侠 这次眼看是像像是华人的 看他们要拍视频的 放音乐拍视频 后面就是Rose Me的市政厅啊 因为星期天吧 他没有人呢 所以就在这里 相装五件意在配工 这就是美国的 华人老百姓在自得其乐啊 这是中国的音乐 这边那个亚裔西裔 还有亚裔之间的通婚 也是比较存在的 大家是很多是有那种 国际化的大家庭 你看很美的 而且 一是中国的音乐 另外是穿的衣服也是 看是像在国内买的 摄影师也是公布啊 拍摄也是一种美好的 所以要拍一些计时的东西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等于是 这音乐没结束就好了 可能是 不好意思了 然后直接在这个市政厅的门口啊 到处都是广场舞的舞台啊 这个等于是 俄眉剑 逍遥的长剑 太极剑 这是太极拳 美国这边这边的华人也有这种华人运动会 华运会 大家有也有太极强冠军 太极剑冠军 就是 大家一起来参加 给大家颁一个奖 也是很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